兄弟齐心从广告公司做起 打造中国版华纳兄弟 获得冯小刚加盟 巅峰时期坐拥30多名一线明星 如今却股价暴跌 市值仅剩79亿元 这家公司正是电影界大名鼎鼎的华裔兄弟 而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华裔兄弟的创始人王中军 王中磊兄弟 今年4月 华裔兄弟再次遭受了股东减持套现的情况 导致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 在股价不断下跌 投资人丧失信心的现象背后 则是华裔兄弟近年来陷入了高负债发展的陷阱 那么当初王氏兄弟是如何一手创立华裔兄弟的 为何宏极一时的华裔兄弟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呢 本期商江锦囊就来带大家走进华裔兄弟的发展故事 1960年 华裔兄弟中的哥哥王中军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军大院 家庭条件相当不错 受父母影响 王中军从小也想和父亲一样参军报国 1976年 还在读初中的王中军就选择应征入伍 想要在军律生涯中寻找自己的未来 不过显然王中军没能走通这条路 在部队待了五年后 他还是没能考上军官 眼见自己不是这块料子 并且也到了退伍的年线 王中军也接受了现实去寻找自己新的目标了 那么除了当兵之外 王中军还有什么特长呢 答案是有的 那就是绘画和照相 王中军自小艺术天赋就相当不错 退伍后就找了份摄影记者的工作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王中军有了些艺术设计的底子 为他日后创立华裔兄弟打下了基础 1985年 王中军持续记者工作 此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 不少民营企业有了庞大的广告需求 王中军便投身广告设计 在北京的一家广告公司担任设计师 王中军天赋和能力都很强 很快就坐到了设计经理的位置 但此时的他也深感自己的初中学历不够用了 在1989年 王中军再次辞职 并自费赴美留学 而正是此次赴美留学 让王中军的心境从一个艺术家逐渐成为了一个企业家 1989年 王中军凭着出色的艺术天赋考入了纽约州立大学 苦读五年后 拿到了传媒专业的硕士学位 当然 王中军这五年来可不只是再读此书 期间 他前往了不少美国的电影公司和广告公司学习 其中华纳兄弟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 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影视娱乐公司 华纳兄弟对于影视制作和广告设计的经验都相当丰富 王中军在学习途中也是受益良多 日后他创立的公司名叫华裔兄弟 其中就包含着对华纳兄弟的认可 1994年 学到了一身干货 以及头顶海归硕士光环的王中军回到了中国 打算以华纳为目标 创立自己的影视娱乐公司 说来也巧 在1990年时 王中军的弟弟王中磊大学毕业 也希望在影视行业创业 王中军便来了神 他二话不说叫上弟弟一起 创立了中国版的华纳兄弟 也就是华裔兄弟 只不过此时的华裔兄弟 除了在名字上和华纳兄弟比较接近之外 其他的指数都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时王中军的存款也就几万块钱 初创的华裔兄弟也只能接一些广告设计的活 不过兄弟俩相当自信 哥哥王中军是传媒专业的海归硕士 弟弟也是北京高校的高材生 两人靠着过硬的技术 很快就在北京的广告设计领域闯出了一片天 然后机会就来到了兄弟俩的面前 在1995年中国银行找到了不少广告公司 打算给全国的分部设计一套形象标准 当时所有的广告公司都有些难办 因为这个活虽然利润很高 但设计形象标准的活很杂 甚至包含到了员工制服这种细致末节 因此真正愿意接下这个任务的公司并不多 然而王中军 王中伟兄弟意识到 这是个能让自己一飞冲天的机会 华裔兄弟果断参与投标 兄弟俩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费尽心血提前完成了任务 在一众磨磨叽叽的同行里脱颖而出 拿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经此一战 华裔兄弟在广告圈名声大噪 向中石化 国家电网等国企央企 纷纷找到华裔兄弟 找他们进行各种设计工作 王室兄弟也借此赚得盆满钵满 随着华裔兄弟的规模逐渐壮大和完善 兄弟俩便决定 踏足时下最热门的影视圈 华裔兄弟就此踏出了 从广告公司到影视公司的第一步 华裔兄弟在踏足影视圈后 并没有急着去拍电影 毕竟兄弟俩人此前也没有任何经验 跟各大演员导演更是不熟 便决定先拍些电视剧试试水 在95年到00年期间 华裔兄弟先后拍摄了《罪证》 《刮沙》等电视剧 虽然这些电视剧只是试水之作 但王氏兄弟还是相当舍得掏钱 请来了陈宝国这样的国家一级演员参演 可惜还是由于经验不足 导致播放量相当惨淡 不死心的王氏兄弟又尝试拍摄了一些电视剧 结果也都一样糟糕 最后兄弟俩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拍广告他们或许拿手 但影视剧实在不是他们的墙下 这时候哥哥王仲军就认为 既然自己不行 那就请行的人来帮他们拍电影 况且此时的华裔兄弟已经靠着广告赚到了巨量的资金 因此王仲军颇有自信 认为一定能请来最好的演员和导演 新世纪初 中国最牛的导演自然是冯小刚 王仲军本着要请就请最好的态度 直接找到了冯小刚寻求合作 起初冯小刚是看不上这个广告公司的 但华裔兄弟给的实在太多了 足足价值两亿元的股份 这在新世纪初可是个天文数字 果然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在冯小刚加盟后 华裔兄弟靠着《非诚勿扰》 夜宴等经典影视一炮而红 顿时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影视公司 打开局面后 华裔兄弟的发展就更加顺畅 先后签约了梁家辉 张国立等一线艺人 财富如同滚雪球一般 飞速发展 资本发展到一定地步 就一定会转向投机 其中理性克制的企业家 会选择合理投资 但更多的则是被冲昏头脑的创业者 他们就有可能转向盲目扩张 很遗憾 华裔兄弟就属于后者 由于当初王中军是以华那兄弟为榜样的 因此在华裔兄弟发家之后 他的宗旨就是华那兄弟有的自己要有 华那兄弟没有的自己也要有 于是在2013年后 华裔兄弟开始大举扩张板块 进居手机游戏 地产酒店等各种领域 遇到困难就拿钱砸 钱不够就找银行界 靠着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居然真的做到了高负债下的高速发展 然而负债发展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市场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繁荣 然后2018年的地产寒冬造成的连锁反应 就让中国大半的产业都喝了一壶 随着行业波动造成的营收下降 高负债发展模式下的华裔兄弟顿时遭到重创 因此王中军 王中磊兄弟也不得不选择出售资产 简直套现来获取资金填窟窿 期间不少投资者和艺人也对华裔兄弟丧失信心 纷纷解除合作 导致了华裔兄弟陷入了股价下跌的恶性循环 看来成为中国版华纳的梦想 真不是那么好实现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 感谢观看